對不起 我不能把莎莎嫁給你 什麼 不嫁了 大弟 不是講這個的 我是讓你來求情的 你閉嘴 既然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 我就不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似的 還把莎莎嫁給你 現在 我以學家家長的身份向你承諾 這一千萬 我一定會還你 伯父 一千萬就當我們封家的投資 投資跟結婚不能混為一談 我們不要莎莎還 我們也不會要薛家還的 不行 這錢 必須得還 這婚禮也必須得取消 我們莎莎 不能在欠債的情況下 嫁到你們封家 我薛某人 這輩子也絕不佔人便宜 都要結婚了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沒什麼欠錢還錢的 鳳小姐 請你明白 我們薛家是嫁女兒 不是賣女兒 這個婚禮我絕不會同意的 風騰 你別聽我叔說的 這個案子的負責人是我 是我沒有管好 由程浩才把錢捲走的 而且我其實是薛家抱來的孩子 跟薛家根本就沒有血緣關係 所以這件事情跟珊珊沒有關係 跟你們的婚禮也沒有關係 你說什麼傻話呀 這一千萬你拿什麼還呀 你這輩子都會毀了你知不知道 這是一千萬 你少自己可以嗎你 怎麼還怎麼還 你別還吧 你怎麼回復人不別還 你呢 還想不想跟我結婚 不知道 學生這位 結婚的意義是什麼 結婚的意義 這時候 結婚的意義是兩個相愛的人 發誓這輩子都不管健康殘疾 貧窮富貴都要不離不棄相互扶持 你要為了這一千萬 不跟我結婚嗎 可是 可是這一千萬 劉劉也是為了家人 你也是因為我才相信劉劉的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警候了我們就是一家人 你們家發生了任何問題 都是要我們共同面對的 而不是像你爸剛剛所說的 是你們家欠我們家的 學生山 你現在因為這一千萬就承受不住了 那 那我想問你 如果以後風騰欠了幾百個億 整個集團都倒閉了 到那個時候我承受不住了 你會離開我嗎 不會 你會離開我嗎 可是 可是 一邊是你一邊是我爸 我也得為我爸著想啊 風騰 我真的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好 看著我們 你現在要做過間諜 相信我 我們可以先不逃婚禮的時間 但是我們一定要結婚 這件事呢之前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只不過 不想影響兩個家人的婚事 就沒說 那你怎麼可以裝得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你們究竟把我們學家看成是什麼樣的人了 伯父您別激動啊 這一千萬呢是尤晨浩拿的 那明天我們把他找回來 這一千萬不就回來了嗎 您說您現在取消他們的婚禮 那明天人回來了 那他們怎麼辦啊 那要是找不到尤晨浩這個人呢 人海盲盲他要躲起來 你怎麼可能找得到他 伯父您別緊張 我們呢已經報了警 這不大過年的嗎 我們想回到上海之後啊 馬上處理這個事兒 總之這個事交給我解決 好嗎 不行 就是這一點不能妥協 如果真的找不到有稱號的話 這一千萬我們學家會來存擔呢 說白了 你們封家今天之所以會損失這筆錢 還不是因為封藤認識了三三 一千萬啊 對你們來說是沒什麼 可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可是關系到我們學家的尊嚴的問題 我們不能因為架 珊珊來把這件事情一筆勾銷 和錢比起來 我們學家和珊珊的名譽更重要 其實事情真的沒那麼嚴重 我們封家每年投資幾十個億上百個億的 沒有人會在乎這一千萬 我怎麼聽起來覺得你是在拿錢壓人啊 這婚禮難道就不能取消了嗎 珊珊是我的女兒 我就做不了這個主 我真的沒有拿錢壓您的意思 一點都沒有的真的 好了好了好了都冷靜一下 伯父 就算是要還錢 你看現在天這麼晚了 等到明天早上一起來再說吧 好嗎 我們已經知道你們家的意思了 我們再好好商量一下 好不好 二叔 對不起 回家 我坐那兒 你幫忙進去吧 你們都沒用 我們這個這個 你幫忙還我 你身上來了 你真氣死我了 身為爸的女兒 我太了解她的個性了 連一毛錢都不肯欠別人 何況是一千萬 就算讓她做幾輩子的西裝來還債 她都會去做的 風騰雖然不會逼我們還錢 可是溜溜心裏應該會有疙瘩吧 我更不能這樣厚臉皮地去結婚 嗯 風騰當時想給溜溜一個機會 大概也沒想到 連我們自己都深陷泥沼吧 現在該怎麼辦啊